美国热门旅游景点夏威夷毛伊岛 星期二遭到野火肆虐至今 已经造成至少55个人葬身火海 上千人音讯全无 尽管萧整队已经控制了八成火事 但是考虑到野火带来的巨大破坏 全岛14000多人已经全速撤离 机场也挤满想要回乡保命的各地游客 美国夏威夷毛伊岛星期二遭受野火肆虐至今 思商人数依然节节攀升 尽管萧整队伍动用各种资源控制八成的大火 但被驻荣光顾的地区如今已沦为废墟一片 旅游热门景点成为野火重灾区 无疑为当地的旅游经济带来一记重拳 随着官方颁布紧急疏散令 游客们纷纷赶往机场 准备回乡保住性命 机场也被挤得水泄不通 亲眼目睹这一切的游客 现阶段只想要安全回家 野火迅速蔓延 对差点被大火吞噬的生还者而言 简直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逃命计 原定和家人共享天伦的冯赛林寒木心有余悸 坦言大火当时已经包围四周的道路 一家七口不得不跳海逃生 靠着一块浮板他们才得以绑住性命 官方通报当局已经疏散毛衣岛上超过一万人 但搜索工作还在进行当中 面对这场浩劫 总统拜登宣布扩大对夏威夷的援助 更加快资源调动 尽快重建夏威夷 考虑到流离失所的灾民 白宫也允许他们申请拨款 修复临时住房和住处 马斯汀社电视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